湯豆子在外 饿大早 汤勺不经意地碰撞着汤碗 声音此起彼落响起 空气中交织着醉原肉香 邪恶地挑起了饕客食欲 现在牛肉片在热锅内烫掉多余血水 不让牛肉过深 再倒进温热的大骨汤 满满真材实料的牛肉 软中带点扎实咬劲 沾上台南特有酱油膏 提出牛肉甜味 汤头清爽有着满满蔬菜鲜 这是店家一早凌晨四点 备驼整颗洋葱以及红萝卜 不断以大火熬出两小时的芳香滋味 不让汤头太过熏冰夺主 选择以大骨蔬菜清汤点缀牛肉 再搭配自己制作的肉燥 葱酥猪肉炒一小时 慢慢炖出细致的肉燥 淋在香烹烹的月光米上 肥瘦适中的肉燥 掺杂着咸香气息与米饭的甜 融合得恰到好处 这样的完美组合 使在地台南人的心头好 我都配上肉燥饭 一个骨肉汤 就比较鲜甜 没有腥味这样子 如果想吃青菜快炒 早上也能品尝到 腌制过的生牛肉与姜丝 蹦出肉香 由红慢慢变色时加入翠绿的芥兰菜 让锅器紧紧裹住芥兰与牛肉 再吸收牛骨高汤精华 这道芥兰牛肉吃得到青菜的爽脆 也能咬到牛肉的滑嫩 腌制过的肉带一点淡淡沙茶香气 一吃完让整天元气满满 台湾人喜欢吃的内脏处理好不好 就得看店家功夫 牛杂加沙茶豆瓣去求内脏腥味 在大火的攻势下 牛杂不会如同橡皮筋一样 久咬不烂 反而软嫩脆口 微酸开胃 没有任何腥味 留下的是纯粹的滋味 特别在于新鲜 然后因为我是屠宰业者 所以我成本会比较低一点 所以我给客人的量比较大 老板娘陈丽霞是这家店的第三代传人 其实在一开始 他们还没有从事屠宰牛汁事业 公公原本在善化牛居 卖的是牛肉羹 红糟沙茶糖豆瓣以及酱油 淹自牛肉条 让牛肉吸收香味 牛肉在经过大骨汤洗礼 肉质的甜味释放汤口里 加入太白粉勾芡 这道古早味的牛肉羹 从第一代传承至今 红糟香气裹着肉香 肉质细嫩 分量十足 简单纯樸的味道 仿佛回到物美价廉的美好时代 限定美食 随着牛须的营业时间而开 一个月仅有九天能吃得到 应该是因为九天而已 所以不是像 你要是说一般的餐厅的话 它每天开在那边 你不一定每天回去 但是这个九天而已 你九天想要来尝一次 真的三天尝一次 三天尝一次 我想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那种常客很多 三天固定来的客人很多 营业时间不多 因此为了增加收入 和拿到更多部位的牛肉 第一代老板一边卖牛肉羹 一边转做屠宰业 二十六年前 陈立霞嫁给先生后 便开始到婆家女婿帮忙 原本在冷气房做会计的她 一下子要在热到爆棚的牛须工作 让她一度吃不小 因为我在冷气房里面二十几年 我刚出来的时候像这种天气 稍微有点热热的时候 我就全身汗了 绝对不是像现在这样 我那时候汗是直接用滴的 我调了五年 慢慢调试后 做得比先生还有公婆勤劳 只要牛须有开饰 陈立霞总是第一个到摊位 开灯备料 双手不间断的切着牛肉 挟着自己就是屠宰业者优势 料理价格便宜分量多 不少婆婆妈妈 一早就把小小摊位挤得水泄不通 陈立霞带着骄傲的心情 努力传承着古早滋味 只要牛须还在的一天 这五十年的美味永远不走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